大家好,歡迎來到捷克月來先聊 那我們今天就來聊一下月跑前的準備工作 那不管我們是不是要月跑或者是上山健行 我們在上山前都要做準備工作 最簡單的就是你要先決定好你明天要去的地方是哪裡 那如果你明天去的地方就是你家附近的山 路線其實沒有很長那你也很清楚那邊的路況的話 所以我們也可能不需要帶月背包 只要像平常跑步一樣帶個軟水壺帶個小東西就可以上山 下山之後也有便利商店可以補給這樣子就可以了 這是最簡單的 那如果你今天要去比較路線可能比較長的地方 那在出發前我們首先就是要先準備月背包 那月背包或者是登山包裡面最重要的就是醫療包還有救難台 這兩個東西都是固定在背包裡的 那你準備了這兩個東西之後 接下來你要準備你要吃的東西 在你明天要跑路線的時候 那你上山的時候你要吃什麼 再帶兩包能量膠 能量膠大部分都是一級食用的 帶兩包能量膠當你食物不夠的時候 能量膠可以快速讓你補充體力 然後又不會在背包佔你太大的空間 因為外包裡面也要保暖衣服 如果你今天要上的是高山 那你就要多帶保暖衣物 還有防水衣防水庫這些基本裝備 那另外如果你看天氣狀況 明天有可能會下雨的話 那你裡面可能也要帶一個輕便雨衣 之前我們也有說在山上 有時候下雨起來是非常冷的 所以帶一個輕便雨衣也會比較保險 那另外就是還有帶水 那你明天要跑的路程還有路線它的水源夠不夠 那你自己要準備多少的水 你自己要先計畫好 到山上有沒有辦法從頭跑到尾之後 那水剛好用完 哪裡不夠的話 哪裡有水源可以取得 像陽明山山上都有遊客中心 那邊都可以補水 那或者是買一些汽水來喝 所以這個事先都要先準備好 還有一個就是你明天要去的路線 你有沒有去過 如果你有去過的路線 那可能還好你已經知道路況大概是怎麼樣 哪裡有水可以食物可以取得 如果你是去沒有去過的路線 那最簡單你在家裡就要上網去查 你今天下載去那個山的GPS 網路上都有很多GPS可以下載 那下載GPS到手機裡的時候 在上山之前就把手機打開 讓自己知道說你現在在路線的哪個位置 這是很重要的 上山先查詢一下我們要去的路線 可以知道別人去的時間 大概離我們現在要去的時間有多久 那大概就可以知道那邊的路況是怎麼樣 也是一個比較保險的做法 因為在山上有時候收訊是不好的 所以在山上要上網可能難度會比較大一點 如果我們先下載好離線地圖還有路線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我們現在在山的哪一個位置 現在還是有很多人上山都不做功課 也不上網去查一下今天要走的路線大概是哪裡 就會造成說即使今天是很熱門的路線 他還是要到處的問人說 等一下下一個路可以要怎麼走 之前我們在郊西的聖母山莊 這個是很熱門的路線 但是在山下的時候還是有遊客會問說 依照這個路線一直上去是不是聖母山莊 這根本就是廢話 郊西聖母山莊那麼熱門的路線 連茶都懶著茶就想要上山 這是最錯誤的動作 如果連這個熱門的山你都懶得去查的話 那你其他的山我覺得也不要上去好了 因為太危險了 那麼山莊沿路都有指示牌 主要步道的話都標示的很清楚 而且他的人潮也非常的多 這種路線居然自己也懶得做功課真的是很要不得 那還有另外一個是三翼的火焰山 這個火焰山之前我去跑的時候 有人也問我說火焰山的山頂是不是往這邊去 三翼的火焰山上面就只有一條路 現在路線整理規劃的都非常的好 問這種問題表示說對這個山不熟 不熟沒關係也不上網去確認一下路線 聽到這種回答就表示說根本就沒有做功課就想要上山 後來我還是跟他講說對從這條山徑一直往上走就會到火焰山的山頂 到山頂之前有很大的空地那裡有很多人 火焰山的路線算是蠻熱門的 後來我跟他講完之後他居然還跟我講說真的是這樣子嗎 聽到了當下我真的是無話可說 如果你自己不做功課就想要上山的話 當有別人告訴你路線要怎麼走的時候 你還要質疑別人真的是很無言 不做功課別人告訴你你又不相信 所以我們上山前一定要做功課 路線一定要先觀察清楚 該怎麼走該怎麼下山 這個是最基本的 因為在山上每個季節的變化 路線都會感覺不一樣 所以你至少要有個底說你路線走到哪裡是山頂 那走到哪裡有溪水 走到哪裡可能會有一個公寮建築物 那這些都是最基本的 主要路線基本上不會變 除非山上有一些崩塌或者是樹倒塌 這些會讓你感覺路怪怪之外 這個時候你可以拿GPS出來確認一下 在山上有時候雖然是同一條路線 但是順著走跟逆著走感覺是不一樣的 所以身上一定要帶可以辨認位置的GPS裝備 上山前先決定我們要去的地方是哪裡 如果你今天只是去家裡附近的話 那這些地形你都知道 那個地形如果是可保性比較高 樹根樹葉比較少 那攀爬路線比較少的話 那穿個輕量型的月鞋就可以了 如果你今天要去的路線可能是比較山裡面 那路線也有一段的距離 那它的地形又是攀爬 或者是石頭樹根的地形 如果它的爬升又不少的話 可能會比較多爬的地方 可保性不高 那你就穿個一般的月鞋 因為可保性不高的話速度也跑不快 最重要的就是要踩得比較穩 在出發前都可以先看看別人部落格的經驗 那如果你今天要去高山地區的話 那高山地區不用說一定要帶防寒裝備 下雨的裝備也要準備 再把3000以上的高山 下雨以來是非常冷的 就算沒下雨過中午之後 山上就會變得很冷 所以防暖裝備一定要帶 頭巾帽子防水衣防水褲 可以的話手套也帶著 依照你要去的地方來做不同的裝備準備 那這是非常重要的 這些月跑前的準備就是我們平常就要做 如果是爬山的話平常也要做 等到你習慣做這些事情之後 你上山之後才不會突然沒有帶哪個東西 就很不方便 如果你跌倒受傷沒有醫療包就很麻煩 如果你在山上下山太晚沒有頭燈也很麻煩 根本看不到路 頭燈也是蠻重要的 你要看你今天的路程 會不會走到晚上 大概下午4點左右在山上的樹林間 裡面就越來越暗 所以頭燈也要自己評估來攜帶 因為晚上如果看不到路要走起來是非常困難的 比賽也是一樣 他也是叫你準備蓋帶哪些東西 還有建議你自己攜帶的哪些東西 比賽的時候我們也是要去看他的路線 哪裡要上坡哪裡要下坡 幾公里的時候有補站 幾公里的時候有轉換再可以使用 平常的越跑準備 那你在比賽的時候就可以更能掌握賽事的狀況 因為有的比賽可能在國外 或者是國內你沒有去過的山景 那就跟你自己去練習的時候一樣 就是說比賽它會有工作人員會有補站 會有一些可以在山上休息驅軟的地方 在比賽的時候我們也是要在賽前了解到說 賽事的路況是怎麼樣 是不是大草原路線或者是攀爬很多的路線 幾公里處有補給站哪裡有轉換站 當時比賽當天的天氣是怎麼樣 那你期待的裝備在遇到這些天氣的時候 可不可以隨時的應變 有些賽事可能我們沒有去過路線可能不太清楚 但是主辦也都會給你他的GPS檔案路線圖 你就要下載在手機上 當你感覺路線有點奇怪的時候 你就可以拿出來確認 如果是你參加過的比賽 但是太久沒去也有可能會跑錯路 所以下載賽事的GPS也是很重要的 在台灣的山進樹林還有插路很多 所以要走錯路的機會是蠻大的 主辦單位雖然都會事先幫賽道做一些布條 或者是指引 但是有時候你累的時候 或者是晚上的時候 你有可能就會走錯路 所以隨時要讓自己在賽事的路線上是很重要的 還有如果你已經知道這個賽事的賽道是 布條路比較多的話 那你就可以穿一些比較輕量型的月鞋 因為他的科跑性很高 所以穿輕量型的月鞋 跑起來比較方便 但是你還要評估一下賽事當天 是不是會下雨的天氣 因為比較輕便的月鞋 在下雨的時候可能打滑性會比較高 如果會下雨的話 那你可能月鞋的挑選也要選擇一下 所以我們依照不同的路線 路線的長、中、短 還有路線的地形、路況 還有當天的天氣 然後做我們月跑前的準備 是蠻重要的 不管你是月跑或是上山見習 在上山之前要做的準備是很多的 要做的功課也是不少 這些都是為了讓你更了解山上的路線 還有突發的狀況 那你可以順利的上山下山 在山上不會沒有工具 守足無措 平常的訓練也可以讓你在賽事前做更完整的規劃 因為賽事我們都是要跑起來的狀態 所以我們要更了解更清楚賽事的路況 還有跑到哪裡的時候需要哪些裝備 那需要哪些東西來做保暖 或者是防曬 這些都是我們在平常月跑的時候 就可以訓練的一些基本技能 在登山健行的部分 也是上山前最基本的功課 這些在上山前你都要先做好 上網查詢 準備自己的裝備 下載GPS 看別人走過的路線 目前路況大概是怎麼樣 評估天氣預測 期待不同的保暖 防曬裝備 做好這些上山前的準備工作 讓你上山的時候可以更安全的 享受森林 享受山上的風景 平安下山才是最重要的功課 所以希望大家在月跑 或者是登山健行前 都可以先做好完善的準備工作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傑克約也來先聊 記得訂閱Youtuber 按讚FB粉絲也還有追蹤我IG 就這樣囉 掰掰